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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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頁這邊 這裡總共提到三種類型的反射 應該都算是比較常見的 比較好理解的 就是上面的地方呢 右邊 像那種手縮回來的 這種就是用這個動作來講 就像縮回反射 就是有這個名字 然後縮跳反射 就是你的那個腳踢到東西的時候 突然間整個腿部肌肉開始減繃 收縮 然後將你身體撐住的這種反射 這是屬於縮跳反射 所以縮跳反射不一定要去敲膝蓋骨槍 然後再來就是深等反射 比如說你手拿的東西的時候 你拿的話不用刻意去記住 你手正在拿的東西 然後你手上的東西也不會掉落 那表示既然大腦沒有在思考 但是你手基本上還在視訊動作當中 這種都是反射 所以什麼樣的動作稱為反射 這個一般來說的話呢 不需要 只要這個動作它不需要經由大腦去協調處理的話 通常都可以把它叫做反射 那這種反射的意義呢 它 如果你從它的目的來說 它比較是要去避開 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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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不isin 一般擺設法頭時機 它對答案是稍只避lares不必 出現實行跡 然後擺設法官擺設 所以在目的地下 因為有多ρί證 那個反射的動作 這個會有非常大的相同性 所以 這個是反射的這個特質 因為要避開那個危險 所以這個訊息的傳遞路線要快 所以要快呢 經過大腦思考就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再透過大腦的感覺區 然後再來運動區 然後接下來再決定要怎麼做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尋到傳遞路線 相對來講 會經過比較多的神經源 那我們那時候在講神經祖師有提到過 因為神經源跟神經源是可以形成的突出 可是突出那個地方呢 雖然對於控制那個 傳遞訊號的單向性有幫忙 可是它會延緩那個訊號的傳遞的速度 增加那個時間 所以不太划算 那所以怎麼樣有效減緩呢 比如說 從一個肢體的反射來說的話 因為肢體反射中枢 肢體反射中枢就是積水 因為大腦要控制的地方 好不好 大腦要接收訊息跟控制的那個部位呢 常常要透過積水 好 所以如果用積水所牽涉到的反射動作來講的話 剛才提到這個上面呢 代表的是肺側 然後下面代表的是肺側 OK 在肺側這個灰質的角落叫做肺角 你看 肺側這邊這個角落就叫做腹角 其實上次提到 你要辨認這個肌髓 那個到底哪一邊是靠背部 背部哪一邊靠著那個腹腔這邊 用這個的特徵來看 那 跟肌髓相連的幾神經裡面 這幾神經當中呢 如果是從背角這個地方的小分場 我們通常就把它叫做肺根 然後靠肩復側這個地方 出去的這個地方 就把它叫做復根 如果我們只看 因為 神經裡面會有很多個神經元 所以如果我們只拿其中一條 當代表來看 這是一條 白色的輪廓 是一條比較大的電線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條小電線 所以我們現在只看其中一條而已 你看 裡面是密密麻煩的 好 所以從一個比較正常的 訊號的傳遞路線是 感覺神經元 要負責傳回訊息給周蘇神經元 去做整合跟判斷 那 感覺神經元要跟誰間呢 要跟壽氣間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以反射動作來說的話 像下面那個伸展反射 伸展反射很有可能會去跟誰間呢 會去跟本體壽氣上面的 我忘了這話點倒了 是 什麼 那我剛剛覺得怪怪的 我怕判斷 然後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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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纖維上面 所以當肌纖維有收縮動作的時候 它那個寬度會變寬 所以原本的殘道在它上面的 這些神經纖維就會被縫緊 OK 所以這樣一個縫緊的這個刺激 就可能可以讓它產生神經衝動 所以如果這時候神經衝動產生訊息 就開始往回傳 然後感覺神經元的細胞體是放在靠近脊髓 附近沒多遠的地板 所以這邊是術圖到這邊細胞體 然後接下來就是腫圖 那你有 剛講 我現在畫的這個紅色的部分 只是把整個跟感覺有關的這個路線的其中一個神經元畫出來 但事實上通常呢 比如說假設現在是那個手這邊的肌肉的話 那你在這個附近的肌肉呢 會同時有很多的感覺神經元 然後會經過相同的路線 所以這個地方事實上它會有很多 這個附近的肌肉 會同時有很多感覺神經元 路線傳回來 然後他們通通都把細胞體 放在靠近脊髓 即將它進脊髓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呢 會有一個很大的特徵 這裡會有大量的感覺神經元的細胞體出現 然後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 背根神經節 在中樞神經之外 通常有細胞體大量聚集的這個位置 我們通常就把它叫神經節 所以感覺神經呢 在背根這個附近會有神經節的現象 而這個神經節裡面呢 就是感覺神經元細胞體比較集中的部位 緊接著換到軸突這邊之後呢 它的軸突的末端會進入背角裡面 就是直接進到位置裡面去 然後會在位置這個地方呢 去跟聯絡神經元 形成突出 那從這個地方接下來 有兩條路線可以走 一條呢 是聯絡神經元去跟 在那個腹腳這個地方 去跟運動神經元形成突出 所以這時候訊號就出去 如果走這條路線的話 它就是反射 那另外還有一條路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是橫切 所以呢 如果它現在是在脊髓的某個地方 然後現在呢 換個 這樣呢 你看訊息進來 然後很快的就出去 那就是反射 可是在脊髓的灰石這地方 有一些聯絡神經元 它可以把這個訊息呢 再繼續往上傳 所以如果是往上傳的這邊 就是 等於是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它會經過腦幹 經過試秋 對不對 試秋是那個 大部分感覺訊息的界障 對不對 然後再投射到大腦的感覺去 所以我們講說 你可以感受到 你哪邊的肌肉也在互動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如果走這個方向的話 這下就麻煩了 因為它到大腦這個地方 基本上要經過好幾次的 這個聯絡神經元 但如果走這個路線 那進去集髓的聯絡神經元 馬上就出來的話 那大概只需要三個 對啊 那所以只經過兩次突出 突出的地方 訊號的傳遞比較慢 所以慢的地方只有兩次 你往上傳 往上傳的話 你上去之後 你要在尖腦 一定要再經過一次 對不對 到了大腦皮脂之後 到底要經過幾手 然後接下來才再下來 下來之後呢 然後呢 下來 然後再轉出來 這時候都不是要經過幾次補助了 所以 走這一條路線 你一定比較快 那快要從好處呢 假設 你現在呢 這個肌肉突然間 譬如說你 你踢到一個大的石頭 對不對 然後瞬間 腿部肌肉手脫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很快的 你的肌肉呢 因為開始動作了 所以可能可以幫你 把身體撐住 好啊所以 以這地方來說的話 肌肉如果收縮的話 接下來 訊號如果從感覺 傳給連絡 連絡再傳給運動 然後 直接 停的 運動神經元 它的軸圖的末梢 會分散在某一個區域的肌肉上面 然後這些是肌纖維 然後它的軸圖末梢呢 基本上就會形成很多的接觸點 這種接觸點的特徵 會非常像突觸 不過 突觸是神經元對神經元 現在是 運動神經元對肌纖維 最錯 形成的這個地方 叫做 好 運動狀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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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骼筋證明顯 這地方就稱為叫運動狀態 好 所以 假設 這個地方呢 總共 這個 這個附近的這一塊肌肉呢 它有 100個 肌纖維 100條肌纖維 好 那 這個時候還會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分配方式是 因為你要一個運動神經元 同時支配100個肌纖維 這個會有一點辛苦 好 所以這個地方很有可能呢 它這邊會再拉一條 另外一個運動神經元 然後呢 這個運動神經元再去控制 同一塊肌肉 它是不同區域的肌纖維 你看這樣的話呢 整個肌肉上面呢 就會同時有很多的運動神經元去控制 這樣就可以產生力道的東西 好 這等一下再來講看 所以 運動狀態 是 運動神經元到達肌肉這個地方 所形成的接觸面 好 那所以 這地方 如果這個肌肉是像骨骼肌的話 所以 這邊會釋放什麼化學物質 就是 這邊會釋出 疑溪 好 這邊會釋出 疑溪膽檢 所以我們的骨骼肌主要是 接觸到疑溪膽檢之後 它會開始動作 好 所以 如果走這條路線 從感覺到脊髓的聯絡緊接的 就出去 然後 所以到達肌肉動作的過程當中呢 它大概就會經過這三個神經元 那這樣 只有經歷了兩次突出 所以呢 這個就是它的反射骨 所以這樣的反射動作的路線 反射動作的路線 從受氣開始 從受氣開始 然後經歷了 感覺神經元 經過了聯絡神經元 經過了運動神經元 然後這個聯絡神經元呢 之後 假設我們現在的歷史 直到脊髓的聯絡神經元的話 然後再到運動神經元 再到動氣 結束 整個反射去它的傳遞的路線 就這麼多 所以這樣的動作的發聲呢 相對就會比較快 我們就把這個路線叫做反射 這樣OK嗎 好 所以 所以 以這個地方伸展反射來講 伸展反射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比如說你現在手拿著筆 對不對 那明明手是有點懸空的狀態 然後呢 可能你現在正在發呆 然後呢 接下來 就是有一段時間 瞬間忘記 你手上其實還有一些筆 等這個筆面掉下來 筆面再下來 表示你手的肌肉還有在互動 對不對 所以筆被你拿著 但是它沒有掉下來 你看齁 所以像這個地方你提東西 有沒有 比如說 你那個提的包包 然後那個 在公車上面站著 那明明包包其實有相當的重量 對不對 那你就在那邊看看 然後 在公車上面 發呆 睡覺 但是 東西還是拿在你手上 但是沒有掉下來 OK 這都是學生展反射 有沒有 啊 吸跳反射發生在什麼時候 吸跳反射不需要拿一個鐵錘 拿一個錘子去敲膝蓋褲下方 因為其實它只要在這個附近 那個本體受氣有傳回來 都可以引發這種吸跳反射的這個效果 因為那個直接敲膝蓋褲下方 那個極簡的部分的話 那個是為了去敲擊那個本體受氣 產生一個起的比較明顯 強烈的刺激作用 所以剛剛講 其實一般來說的話 比如說你去踢掉一個石頭 像這種有沒有 突然間突出來對不對 有一天你從這個教室外面走進來 然後奇怪就是 懷免忽略了這個腳臺的存在 然後你腳就給它踢下去 對不對 反正順利的話 應該是直接割下去 對不對 然後結果的話也沒有跌倒 對不對 另外一隻腳 或者這隻腳順便 同時緊繃 對不對 緊繃之後呢 身體就可以被撐起來 所以你都沒有順利跌倒 然後這樣 就可以避免那個 頭撞到 或者是胸牆的地方 直接這個撞起地面 因為這裡撞到很嚴重 這裡撞到很嚴重 所以膝道反正它其實有一點要是 讓你的腿部 迅速的有所反應 所以那個刺激很重要 那個一踢 對不對 反正腿部預計的是 可以順利的腳跨出去 就踢到一半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 腿部的肌肉緊繃 或者膝蓋這個地方 這個韌帶都很繃緊 這個都可以傳合一個 可是你平躺的時候 要模擬這個狀況 看來就有點麻煩 所以就叫你腳那個 坐在一個椅子上 然後腳放鬆 舒服一點 有一點懸空 對不對 所以你用手刀也可以 你去那個腳放鬆的時候 你手去劈這個地方 你會決定 劈下去 瞬間這裡 你肌肉 感到凍緊的感覺 不一定要用那個 那個 它那個是橡膠槌 好 但是這個地方可以檢查 可以用來做檢查 你的脊髓到底正不正常的一個判斷 這樣 你看喔 所以那是膝跳反射 然後剛才講的縮回反射 所以這幾個比較典型的 通通都會跟脊髓有關係 所以反射服裡面 如果拿脊髓來看的話 其實超好講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是 要是 比如說縮回反射裡面呢 你現在被燙到 對不對 被燙到的時候呢 手先縮回來 然後你才感受到這個痛的感覺 原因是在於剛剛講的 你現在呢 感覺訊息傳回來 你可以先守護皮膚這邊的痛覺 受其受到刺激 對不對 所以跟痛覺受氣 銜接的這些感覺 神經源 訊號傳回到脊髓之後 它會有一條路線 往這邊走 假設腦幹 然後肩膀 然後腦的主要感覺區 所以這一條路線走上來的時候呢 你經過大腦大腦再回來之後呢 你終於確定 你會給這個地方燙到 你看齁 所以還會去搓一搓 這邊會很痛 這樣子 所以那個已經是大腦思考過的行為 那就不是反射了 可是因為這條路線走 走這樣比較快 走這裡 然後再回來 然後再出去 對不起 再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 甚至於你搞不好不是同一隻手 因為你是這手燙到 但是這手來俯衛它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那個動作相對來講 比較花 花那麼多的時間 而且 明顯是經過大腦處理過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反射動作 這樣 可以嗎 這邊反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可是七條反射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圖 2296上面 左手邊那個圖 這邊它畫了一個比較有趣的 我用這個圖 左邊來看 那邊呢 它就只畫了 感覺神經元進來 然後接下來很快的呢 就接上了運動神經元 然後就出去 所以跳過了誰 跳過了連絡神經元 因為 七條反射 它的脊髓銜接的地方 實在已經是脊髓末端 我們上次講 脊髓分成五個段落 頸胸腰見穩 OK 那七條反射 基本上通常是腿部這邊 這邊的受氣 接受刺激所引發的 那這個地方的感覺神經 它傳回來的時候 究竟 對它來講 最近的中樞神經 就是在脊髓末端這邊 這邊呢 它的空間很窄 跟比較上面的 像你腰部以上的 這個脊髓空間就比較大 好 所以當你脊髓的空間 比較大的時候 你可以放一個 比較長一點的 聯絡神經元 那如果是到這個地方之後呢 你就想 現在脊髓呢 空間被壓縮了 所以 這裡 或許 還是可以放聯絡神經元 可是放了聯絡神經元 又怎樣 因為 這邊到這邊 從背角到腹角的距離太短 短到 那一個感覺神經元自己的手圖 就有機會去接觸到 運動神經元的速度了 所以去想像一下 我現在有一個訊號進來了 那這個訊號進來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同時對聯絡神經元 產生刺激 然後也可以直接對運動神經元 產生刺激 那請問 從運動神經元細胞體質後 這個出去的訊息 讓我們可以猜 請問是哪邊過來就會比較快 因為現在總共有兩 等於是有兩條路線 一條是感覺直接跳運動 另外一條呢 是感覺跳聯絡再跳運動 對不對 走這邊的話 只要跨過一次的突出 走這邊的話 一次突出 兩次突出 對不對 所以如果現在感覺神經元 所釋放出來的神經傳導物質 可以直接引發運動神經元 然後把這個訊號傳出去 等到你經由聯絡神經元再過來 這個地方 在這裡準備引發新的神經衝動的時候 不對 因為神經衝動剛剛走出去而已 所以你這個比較慢一步進來的這個刺激 很有可能運動神經元就不理會你了 因為訊號才剛剛走 這邊摩電位正在維護平衡當中 沒有關係反正訊號都已經出去了 所以這樣呢 兩條路 一條呢這個是正常的路 這一條呢是捷徑 結果呢捷徑比正常的路線還要換 你看 所以這張板呢使的一個好處是什麼 因為這條捷徑只要經過移植的突出 對不對 所以 吸跳反射就會容得我們身體最短的反射骨 因為它只要從受氣感覺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 然後動氣導臉 只要這個地方算特立 而且它是因為它銜接了脊椎的位置 構造上的特色 你其他的地方脊椎空間是很充足的 比較不會有這種例外的情形發生 所以吸跳反射為什麼它的反射 只有經過兩個神經元 這是特立它不是常態 所以一般正常的反射還是會經過聯絡神經元 然後只是不經過大腦的聯絡神經元 所以這三種反射的路線 這也大概是我們講現實點 考試當中一般 大概不外乎都是以這幾個來當例子 那起碼這個你要倒得出來 所以它左邊那個地方 為什麼只畫兩個 一個圖處就是這個原因 這邊 OK嗎 好 所以 這個地方 留意一下 因為它每一個 每一個訊號的傳遞都只畫一個神經元來代表 可是實質上呢 跟脊椎相連的神經 294也在提醒你 你實際上這些神經跟那個脊椎鮮接的地方呢 接觸的位置 其實它會有很多條 很多條神經 那這些神經呢 還會在進一步漲合 比如說你現在既然是 呃 那個 感覺神經元的速度的末梢 假設是在腿部的肌肉 然後到時候呢 動氣也是腿部的肌肉 所以這個肌肉根本就是鄰居 甚至於搞不好是同一個部位 那既然 受氣動氣幾乎是落在同一個方向上面 所以這個感覺神經元跟運動神經元的纖維 否則不可以就乾脆把它捆在一起 好 等到快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 我才把它展開 有沒有 所以你看那個地方 對不對 那最後在離開脊椎更遠的地方 其實是被捆起來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神經 這個比較大的這個架構 這個是 好 這整個 是一個神經 然後這個神經裡面 它可以有很多的神經纖維 而且這些神經纖維基本上 它可以是傳遞不同的方向 比如說這邊訊號是進來的 那這一條呢 訊號是出去的 這樣會凸顯出水草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那個腦神經的時候 不涉及到像四神經 對不對 四神經裡面基本上 它蒐集了從視網膜那個地方 那個感光的細胞 然後接收光的刺激 然後呢 假設手臂這個地方代表是四神經 所以從這個表面呢 收集到訊息之後呢 它把所有的小電線混成一團 那這個就是四神經 然後最後呢 再傳達到那個整列這個題目 所以像四神經跟聽神經 就很單純 它都只有這種訊號往回傳的神經源 所以它就是感覺神經 對不對 那所以你去看那個 顏面三叉的這些 對不對 它要傳達可能臉部的皮膚 然後你口腔這邊的感覺回來 然後可能還要再去控制臉部 然後或者是舌頭這邊的活動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同時擁有感覺神經源 跟運動神經源 這種就是混合神經 這樣OK 啊所以像那個動眼 有沒有 動眼的神經 然後那個眼球肌肉神經 這些真的很單純 只含有運動神經的 OK 反射動作到這邊 然後補一個 那我們上次講過的自律神經 不是還有一個特色嗎 295頁 自律神經那時候有提到 如果你現在是一個神經元 直接到達洞氣的 所以像我現在畫的這個運動神經元 它就是屬於肢體神經的 它就是屬於肢體神經的運動神經元 那如果是自律神經會有什麼特色 自律神經的話呢 就是畫在下面當對比 如果是你在脊髓這個地方發現 它出去之後 會再 跳進脊髓這個地方 又凸一塊 那就是因為 用那樣的顏色 那現在呢 運動神經元出去之後呢 先在這邊形成一直凸出 然後緊接著 再透過下一個運動神經元 傳出去 對嗎 所以 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 會在復根這個地方 復根出來之後 會常常看到交感神經結 因為它有兩個神 運動神經的問題 那交感神經它的 第一個運動神經元跟第二個神經元 它的突出的位置是靠近腹跟那個腹間 所以這邊又會出現 細胞大量聚集的現象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電線過來之後 有個地方 就會看起來比較突出一點 所以如果是看到這種特徵的話 表示這一條是屬於自律神經的 那如果你看到那個一路很平順 都沒有看到有突出霧的這個情況的話 那表示這一條是肢體神經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從這個特徵才去認 它到底是屬於肢體神經的運動神經 它還是屬於那個交感神經 那肢癒神經當作交感神經 那如果是副交感就超級不幸的 因為副交感的話 它的突出的地方在哪裡 它突出的地方是在靠一些動氣 所以你就不會在脊椎旁邊找到可判斷的證據 這樣OK嗎 好 最後補一個段落 那各種生物的運動神 各種生物的神經系統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我們先看一個沒有腦的生物 看那個2塊90系列的A水蟹 刺絲胞動物的話 刺絲胞動物它是屬於分3是 它們屬於分3是神經系統 那或者你要把它叫做什麼網狀神經系統 這種神經系統的特色是 它轉個身體的神經源是均勻分3的 所以就沒有那種什麼中樞神經跟周圍神經的問題 好 那完全在看誰先遇到司機 比如說以前有形容過 你現在那個刺絲胞動物或者叫槍腸動物 它中間這個地方是攝取食物的入口 對不對 它上面有 周圍有很多的觸手 所以呢 比如說假設這個觸手碰到獵物了 它一定先動作 可是它動作的同時呢 由它發出一個訊息給其它的觸手 其它的觸手會過來幫忙 但下一次等到其它的觸手先碰到的時候呢 就變成 誒 換它負責發出訊息 其它的觸手來配合它 所以它那個訊號 就是神經源上面那個訊號的傳遞路線 是真的可以不同 是可以逆向的 那我們的不行 我們基本上不是用這樣的方式設計 所以那個比較明確 開始有中樞神經現象的是誰呢 你看它那個C 窩蟲 有沒有 窩蟲呢 開始出現一個很重要的 從窩蟲開始我們會談 動物的演化開始出現頭化 就開始有頭這個特徵 那為什麼是談頭 因為頭是神經系統集中的這個位置 你看所以像那個水溪 沒有人會去談它頭這個部位 你看但從那個窩蟲 扁形動物開始就有頭這個特徵 所以我們把這個現象叫頭化 那頭化是因為這個地方 它是神經系統集中的位置 那當然這個位置後來呢 越翻了越發達像我們 我們的話基本上呢 就是中樞神經算是還蠻發達的 你其他理造像節食動物 或者是像那種兩針啊 魚類啊這些 節食動物的話很明顯 它的頭化會特別的發達 這樣很慢 好 298 299 純粹是兩張還蠻精細的人體解剝學的爐 給你們參考 如果你要去想像 298這個是從你的腦幹 就是你的腦的下方往上看 那所以就可以看到那個 如果特徵 比如最下面的地方 就是腦幹 然後 然後 然後再一路看到大腦 就下面 好吧 沒電了 還有一路看到 我已經看到大腦 那是 那是